啊,没有错,又到了Kevin大人饶饶我的时间 漫威之前说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预告片将会跟着黑豹2一同推出 却在半夜无预警丢出预告带出我们期待已久的坏康 而且跟之前D23博览会只有在现场播放的预告大有不同 征服者康果然强大,连现实世界的时间总不都能随意操弄 不过真实原因好像是因为完整预告在俄罗斯先被流出了 漫威被迫跟着公开 现在就让我们来好好解析这预告中的所有细节彩蛋以及可能的剧情发展 大家好,我是潮力房,我的肝快要爆炸了 感谢点击这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初来乍到决点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各种必看影视解析快来一起跟上 但是在进入这个预告前 我们必须先来复习一下引领到这部电影的漫威第四阶段剧情 在洛吉中,我们第一次与我所谓的好康见面 也就是漫画大反派征服者康的其中一个变题 他同时也是漫威宇宙的时间守护者 掌握所有人所作所为的走向 基本上就是唯一的编剧 他解释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来自遥远的未来 在那里发明穿越多重宇宙的科技 也因此遇到其他版本的自己 但是其他的康多数不怀好意 只想征服多重宇宙 在一个横跨多重宇宙的大战之后 好康终于击败其他坏康 因此掌握唯一的时间线 防止他们再度出现 而洛吉和他的女版变体Sylvie 来到时间尽头面对好康 在此必须做出抉择 杀死好康 掌握自己的命运 或是让他活下来 维持多重宇宙平定 洛吉在这里终于看到真相 选择放下自己长年以来 不计代价证明自我的欲望 让好康活命 然而Sylvie却打开传送门 一脚将洛吉踢回时间管理局 自己则一刀捅进好康身体 在好康断气前 他这样说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其他版本的康 而现在也的确看到了 但是他们两人不是搞烂时间线的唯二共犯 飞鸿女巫Wanda 在Wanda幻世的片尾 也为了寻找自己凭空创造 却在回到现实之后消失的孩子 而搜索多重宇宙 等于是打开了一丝裂缝 还有观察者在无限可能假如中 违反自己誓约 打破多重宇宙 召集来自各个宇宙的英雄 来击败搜集所有无限宝石的奥创 在最后击败奥创的当下 Killmonger想要将无限宝石占为己有 与还没完全死透的奥创争夺 黑暗奇异博士则把他们困在一个小小的口袋宇宙里 回到自己早已毁灭 只剩下一个小球的宇宙中加以保管 不过我们最后还看到他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显现他其实别有用心 再来蜘蛛人因为被神秘法师诬陷 请奇异博士消除世人对他的记忆 却不小心打开多重宇宙 把其他的蜘蛛人以及反派都拉了过来 最后虽然恢复原状不过想必还会有更多的后果 还没完 王达为了寻找自己的小孩 使用黑暗之书跨越多重宇宙 奇异博士为了阻止 自己也动用混沌魔法 最后打开第三只眼 在片尾片段也看到来自黑暗次元的Clear 告诉奇异博士他的所作所为造成宇宙冲撞 也就是两个多重宇宙互相逼近 最终导致全然的毁灭 而这一切加上坏康阴谋 当然也就是引领到复仇者联盟五六 康之王朝以及秘密战争 在漫画里 秘密战争也就是一个宇宙冲撞事件 两方英雄和反派为了保存自己的宇宙而大打出手 我们在洛基结尾有看到时间管理局的雕像 从原本时间守护者换成了坏康 因此可以推测刚刚提到这一切都出自坏康之手 仔细的逐渐将多重宇宙间的裂缝越开越打 现在来到预告 我会融入第二三预告的描述 来让大家真正看懂前因后果 一开始Scott自问自己有前刻 怎么能混进复仇者里 同时也看到他享受名声 不断被路人认出参加红毯 甚至还成为Baskin Robbins的世纪最佳员工 别忘了他在第一集一开始就是在这个冰淇淋店工作 但是被发现前科之后马上被炒鱿鱼 因为 Baskin Robbins always finds out 在第二三预告里 更明显可以看出Scott其实只是在利用这个名声膨胀自尊 不断吹嘘自己是多么伟大的英雄 却被家人们嘲笑 非常明显可以看到他虽然是一度的复仇者 但是却好几年都无所作为了 在那个预告里还看到他出了一本自传 小仙小个子 在惊奇少女中 我们还得知他还有接受小迷妹Kamala访谈 由此可知他真的是有点过气了 不然在现实世界里 真的一线的名人 不太可能上这种来路不明的podcast 同时女儿Cassie也步上他的后尘 被关键看守所里 由此可见Scott不想要他走上同样的歪路 也许因此才会让Cassie加入蚁人家族的行动 才不会让他自己惹出更多麻烦 当然Scott在无限之战和装职之战的五年间也完全消失 所以他现在当然会为了花更多时间与女儿相处 而不小心把他转进这一切中 我们在这个预告里也看到Cassie穿上漫画中的紫色服装 在漫画里Cassie也的确是个超级英雄 一开始被称作Statcher 后来则是Stan 有了他的出现 我们又朝漫威不断铺成的青年复仇者接见 目前为止有Wanda的两个小孩 能够操控魔法的Billy和超快的Tommy 列婴于酷寒战士中的老超级士兵Isaiah的孙子爱国者 基本上这是年轻版的美国队长 还有惊奇少女二代鹰眼Kate Bishop 时间箭头出现的青年洛基 奇异博士2的America Chavez 还有浩克在女浩克最后介绍的儿子Scar 现在Cassie正式现身 看来这个阵容是奇了 漫威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宣布青年复仇者的电影或影集 但是第四阶段铺陈非常明显有此意 也许正式的复仇者联盟在康之王朝中会遭遇挫败 让青年复仇者必须挺身而出 使他们在那时候正式集结也说不定 此外在第二三预告中 坏康还对蚁人Scott说 你是个很有趣的人 更说你失去了许多时间 但是时间不如你所想 它不是个直线 我们在洛基中也的确看到 时间是一个轮回的缘而不是直线 综合这几句话 以及刚提到Scott在这部电影开头的先进 可知这部电影的主题应该是Scott在复仇者联盟的名声之后回归出现 意识到这一切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 其实都受到坏康这种更高存在百步操弄 好 终于开始咱们今天正式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预告 首先我们听到背景音乐用的是Alton John的代表曲之一 Goodbye Yellow Break Road 歌词中的黄砖小路 讲的当然就是绿野仙宗中前往奥斯王国的那条路 而这整首歌只是Alton John劝自己离开成名后的这个幻想之地 和绿野仙宗女主角一样回到他自己长大的纯朴相间浓射 这也直接对应到我刚才讲的蚁人角色曲线 也是在说整个漫威宇宙即将意会到康的恐怖现实 自以为在打败萨诺斯之后就成功拯救宇宙的英雄们 其实才要面对真正的挑战 又或者是Figgy和编剧终于发现要整理壮多故事线 还要维持Everything is Connected 是一个多可怕的挑战之后所发出的绝望呐喊 有趣的是这也对应到最近另外一个漫威故事 暗夜狼人 那整部电影都是以黑白形式呈现 直到最后才犹如绿野仙宗 从黑白转成彩色的经典画面天上色彩 而且康也是犹如绿野仙宗奥子无石般的存在 躲在机械偶背后操弄一些 在这里一个咖啡师以为他是蜘蛛人 这虽然可能只是搞错 但别忘了在蜘蛛人无家日之后 全世界都忘了蜘蛛人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会以为Scott是蜘蛛人也情有可原 接下来Cassie则对Scott说 还有人需要帮助 所以我做了这个 接着看到蚁人一家 初代艺人Hank Pym 他的妻子Janet Van Dyne Hank和Janet的女儿 兼Scott的女友Hope Van Dyne 以及Scott自己聚在一团看着Cassie的发明 也就是一个能够向量子领域来回传送讯号的装置 你有发现这位Scott的女儿换演员了吗 怎么会这样任意改变观众的既定印象 真是太没脸 没事我举双手赞成 好奇会不会像Rody换脚的时候一样有致敬 总之Janet一听到这个装置作用 马上面露惊恐要他关掉 复习一下许多年以前 Janet为了阻止核荡危机 英勇地关掉服装的抑制装置 缩到比原子还小 成功破坏飞弹 却也就此消失在量子领域中 不过我们在蚁人2确认他并没有死 而是在量子领域中游荡 最后被众人救回 所以他对于量子领域的了解 当然远胜其他人 不过他讲完这句话时 已经来不及了 装置中飘出的光球开始闪动 接着炸出震波 再长几人轮流都被吸入量子领域中 回过神来 Scott和Cassie被千奇百怪的当地居民包围 从终局之战里 我们得知量子领域是通往不同时间点的汇流点 所以这些居民很有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多重宇宙 意外被吸进来 从此群居此处 接着我们看到Hank、Janet以及Hope正穿越量子领域 还骑上一只当地的生物 整个预告都透露出有如星际大战探索外星的雕性 提到这一点Andor真的很好看 在场如果还有少数的星战米真的别错过 路上Hope问Janet到底在害怕什么 他则回答 这个某样东西 就是他这么多年在量子领域接触的人事物 首先是华丽的时间之城Chronopolis 在漫画中时间之城就是康的基地 其中不同的区域都非常奇异的同时处于历史中不同的时间点 有人面式身像玛雅文明金字塔等等 而漫画中复仇者联盟会得知这个基地存在 是幻视意会到自己身体里的组件正在某种程度上的时空乱世 前往调查 其实我们在蚁人与黄蜂女就有看到时间之城了 在进入量子领域时画面角落有一闪而过 此外我们在这个预告中也终于看到时间之城最重要的装置 永恒之心 就是因为这个装置 时间之城才能同时处于不同时间点 至于Janet的另外一个秘密就是只有预告中出现的一个画面 由Bill Murray饰演的国王Crylor Crylor在漫画中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反派 只有出现几页 也不是什么国王甚至不是蚁人直接对上的反派 而是在浩克漫画中出现 在那个故事里浩克到了迷你宇宙Microverse 遇见那个宇宙军阀手下的科学家Crylor 根据之前的资讯能够得知 Janet被困在量子领域时跟Crylor似乎有些倾诉 所以应该会基于这一点跟Hank发生一些冲突 来一点更劲爆的揣测 也就是他甚至跟坏康有些历史 曾帮助他成就霸业也说不定 还有一个更重要一闪而过的细节 有一个类似太空船飞跃量子领域的画面 背景还可以看到一些红色光芒闪动 漫威的魔法都是根据颜色分类的 紫色是黑魔法 金色是宇宙魔法 而红色也就是飞红女巫的混沌魔法 在汪达幻世以及奇异博士2种 我们得知混沌魔法有改变现实 穿越多重宇宙能力 所以会不会量子领域之所以能够达到 不同的时间线和时间点 就是因为其中掺杂混沌魔法 形成现在看到这个景象 不过在这个预告中没有现身的 就是漫威经典反派摩多克 目前已经传出大量消息会出现这个角色 在第23现场的观众也说有在预告中看到 摩多克在漫画中是蚁人和钢铁人的大反派之一 因为实验意外导致头部不断膨胀 获得超高智力 不过在这部电影的故事有些改变 应该是蚁人第一集的反派Daren Cross 狐风重新现身 如果你没什么印象 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当时蚁人也是把自己缩小 进入狐风装甲加以破坏 使他全身扭曲最后化为一粒尘埃 所以可以推测他应该是在这件事之后 进入量子领域 但是全身变形化为摩多克模样 根据描述 他不会是漫画中有点荒谬的大头样貌 而是以穿着外装甲的形式现身 应该是因为他的身体跟狐风装甲融合在一起了 此外预告中还能看到蚁人变成巨人形态 被当地船舰包围 因为征服者康是个来自31世纪的科学家 而且还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男人 惊奇先生的后代 虽然我们目前看到惊奇先生显然是不怎么聪明 所以这些应该都是他的发明 不是靠魔法来征服多重宇宙 而是科技 更值得探究的 则是蚁人在战场上奔跑时 可以发现另外一个蚁人跟惊奇先生一样变成意大利面 更底下还有几十个其他的蚁人 啊 所以他们在这部电影里应该会为了对抗反派 无论是坏抗还是摩多克 而征兆其他多重宇宙的变体来帮忙 也许这是利用Cassie设计的量子卫星装置 这同时也对应到刚才说的主题 也就是Scott意会到自己其实并不特别 还有其他千千万万个自己 最后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焦点 征服者康登场 这边他那蓝色透明头盔的服装 也是完整还原漫画中的经典造型 你一定有发现这位征服者康的感觉 跟洛基中逗趣的时间守护者的感觉截然不同 饰演康的Jonathan Majors在访谈中就直接表示 这个坏康是个战士 只听他先对蚁人说 我可以帮你回家 可以帮你争取到更多时间 最后则正式现身表示 充满威胁性的问蚁人说他到底想怎么做 这个怎么做是在说什么 在第2、3预告中 坏康就表示自己的某样东西被偷走了 并侠取Cassie来威胁蚁人帮忙偷回 那么他被偷走的东西 我现在就大胆猜测 就是漫画中能够帮助他穿越时间的椅子 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坏康已经跟其他好几个蚁人见过面 但是他们都没能达成任务 就跟妈的独宠宇宙的Alpha Women一样 找了好几个版本秀脸都不对 直到我们主宇宙的Scott 终于被卷进这个阴谋之中 你一定想问坏康这么强大 为什么需要蚁人帮忙 首先是漫威终极反派都很喜欢派人先做事 最后才真正登场 也许正因为他原本穿越多重宇宙的科技被偷走 所以才需要蚁人的皮膜粒子将其取回 至于那个椅子究竟是谁偷走的 目前资讯真的太少 也许是另外一个康 也许是摩多克 又或者有可能是在洛基中 从传送门消失的法官Renslayer Renslayer直到最后的智力消除变异体 偷了这个椅子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更多混乱 或者试图亲手米平这场危机 虽说还是比较有可能是摩多克 不然我实在想不到他在这部电影里要干嘛 根据资讯据说摩多克本来跟坏康合作 但后来又加入蚁人家族合力打击他 不过又再度辩解背叛蚁人等人 最后让坏康跟蚁人家族都困在量子里一种 但是据说内部试骗对这个故事反应不太好 所以我们实际看到的剧情应该又被重拍成不同结局 蚁人3身为第五阶段第一部电影 也许英雄们阻止得了摩多克 但没能击败坏康 直接建立起他的威胁性 一路延展到接下来所有电影 又或者竭尽所能终于勉强处理掉这个坏康 才发现真正的征服者康根本还没现身 多重宇宙就是能玩得这么high 这里顺便也来提一个 我真的蛮期待能看到出现在这部电影的角色 也就是另外一位青年复仇者潜在成员 钢铁小子 钢铁小子其实是另外一个康的变体 不过他成功避免自己走上征服者的路途 加入青年复仇者 漫画中甚至还对二代鹰眼Kate 说了一句非常有名话 如果你知道自己会变成 你难道不会竭尽所能 让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吗 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后续影响 我们知道坦止的那五年 对于处在量子领域的Scott来说 指向是过了几个小时 这次在量子领域困这么久 或许终于重返外头宇宙 这时发现已经过了多年 甚至有可能直接来到康所属的31世纪 成为复仇者联盟在56能解决一切的关键 当然每次预告解析影片 都要以一个脑洞大开作解 我这次就来开个 可以把一切连接起来的巨大脑洞 如果说坏康被偷走的东西 其实不是椅子 而是环呢 我们在预告中可以看到 时间之城的科技有许多环 上面也刻着奇异的文字 还记得老王在上期片尾片段说了什么吗 他说时环正在向不明目标传送讯号 也许这个讯号就是传送给坏康 洛基中我们也得知时间不是线性的 而是一个远 坏康的出现会同时影响过去现在未来 也许当年文武挖出的时环 其实跟永恒族 天神族 或者克里人都无关 根本就是坏康的东西 除了圆形的象征之外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文武能长生不老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时环的真正用处 也就是穿越宇宙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上期的续集 会叫做上期时间残害 讲到时间就一定跟康有关 也就多少验证这个论点 这一次我到底会不会被打脸 等电影上映之后就知道了 现在就点画面上连结 看更多漫威深度解析 几个礼拜后 黑豹2上映时 才不会错过任何影片 我是超粒房 我们下部影片见